好 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呢 可以先在旁边稍息等候一下 好了 那我们就来说到绝技 有个灵魂人物和剧中的征集Boss 即将登场和我们见面了 欢呼大声点欢迎郭静明先生 王源先生有请两位 导演来咯 苍白少年也来了 接下来我们这边给上我们的圈名笔 留下我们的大灵 好 两位到当中一起拍张照片吧 好不好 哎 王源 你们家的王源 王源 王源 来 看一下我们右边的朋友 还有左面的朋友 来 我们大家一起记录一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天了 给当话筒 那其实每一次我们做发布会的时候 跟导演都会有很多的心情要聊 小源是第一次来参加发布会 我第一次 但你一直有在关心 听说你也是经常微信要问导演 各种各样的进度 你都会问些什么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就会问说导演 我这个角色帅不帅啊 然后怎么怎么 然后每次导演就是 我问我说你快给我看一下我的图了 然后他就会发我特别帅的图过来 哦 对哦 更多的是关于帅不帅吗 还有我会聊些其他吗 因为有一个小源要念书嘛 然后有时候也会拍戏啊什么的 所以说我们前几次的活动 小源没有参加 但是都会 因为我们几个演员 我们所有演员有一个群 大家都会在里面聊天 所以跟姐非常高兴 可以我们整个绝技大家终于全阵容成成了 对啊 今天真的是全棋了 那因为有很多人也会因为王源走进影院 又有很多粉丝 有什么话想对各位粉丝说 发出一份邀请吗 好吗 首先肯定是感谢了 因为这是我接触的第一部电影 感谢所有粉丝对我的支持 感谢大家对绝技的支持 谢谢 真的特别有礼貌 其实发自内心的感谢所有支持者 而对于导演来说 自己的孩子再过不了几个小时 就要和所有人见面了 这种感觉特别 非常的紧张 而且其实我们在前期 已经跑过一些路远 去过一些城市了 然后我们在很多电影里面 都会看见 王源的粉丝帮他做的宣传特别厉害 所以也特别感谢王源的小汤友们为 绝技这部电影的宣传 然后也希望我们这部作品 可以让大家满意 可以让大家喜欢 好 那我们同学们也再次请上 所有的演员 跟大家来当大会 来来 两位刘布 来欢迎我们的各位演员 一起来到舞台上 大家 正在观看首映李红塔的每一位朋友 希望呢 各位绝技加州的成员 大家一起靠靠的 记录 明镜中 接触